也是令人傻眼的是臺電電費天文帳單的大烏龍 這件事情是因為電腦資訊系統早期的限制 那個時候呢 今年是民國九十九年 只能以兩位數字來表達 明年就是一百年 就是俗稱的百味蟲 所以明年開始必須進位到三位數 臺電其實早在三年之前 就準備要更新全臺灣的城市 這個月開始啟用 但是萬萬沒有想到 在高雄跟宜蘭兩個地方 來不及更新 所以才會發生這樣的大烏龍 高雄這位老太太收到六千多萬的天文電費單 隔壁的吳先生也一樣 不只在高雄 依然有很多民眾有相同的情形 全臺灣四百五十五戶人家 他們唯一的共通點 就是都使用了委託金融機構代繳電費服務 我們最近也在做百年續的這個改版嘛 但是這四百多份的通知單沒有改版改到 所以就發現發覺變成一些這個資料的疑味 會發生這樣的烏龍其實是因為百年重作怪 早期的電腦資料庫表達民國年份只能兩位數 不過明年就是一百年 臺電為了更新城市還編列了兩千多萬的預算 從三年前就開始準備 終於在這個月啟用了新城市 但是高雄宜蘭兩地卻作業不及 還好這次糗鬼糗並沒有真的造成民眾損失 但是如果發生在銀行身上 那影響的層面可能更嚴重 2008年9月份開始成立小組 所以幾乎兩年多了 一般來講它那個電腦那個年份都是兩位數 所以你後面如果是一百年是零零 那零零在電腦的判讀上就會有問題 是幾年呢 所以變成說現在解決辦法就把後面的年續 就改成三位 過去1999年跨到2000年的時候有千禧蟲 造成全球不少地方資料錯亂 這次以民國來計算年份的台灣 提前出現了百年蟲 出包的台電在不該出錯的時候出錯 該準備好的時候沒有準備好 難怪會被盯得滿頭包 明日新聞 何志夢 洪世成 台北報導